在上一堂课的时候 跟各位前一学有提到 谈了什么本皇自然 然后未有皇后 讲这么多 他无非是告诉我们 当我们在迷的时候 我们的真如自信 不曾消失过 当我们在迷的时候 你要找这个迷 你也找不到 对不对 所以你觉的时候 迷不见了 即便在迷的当下 也没有这么一个 无明的东西存在的 所以真如自信 不因为我们人在迷 他消失了 也不因为 我们不迷了 他跑出来了 他本来就在那个地方 他差异只在 迷跟物的时候 就显现真如自信 他有没有随缘起大用的能力 我们的真如自信在 为什么还有烦恼 还有痛苦 因为不能随缘起大用 不能起用的原因 就是前面上面 有障碍 无明的障碍覆盖住 所以一路的修行 再把这些的障碍给挪走 你不能讲 这些障碍挪走了 那这个真如自信 他才得到 因为障碍在的时候 他也不曾消失过 所以你不能说他自然 你也不能说他因缘 这两者都不对的 然后接着他又讲 他说菩提心生 生灭心灭 死但生灭 说道心生 说智慧生 说无明灭 就是生灭心灭 这些不过是一个 要导引众生 走修行路的 一个方便之说而已 当这个所谓的灭无明 所谓的长智慧 就是生的意思 这个灭无明 长智慧的这一种念头 你也把它扫掉了 无功用道 起心作意的时候 有没有 都是很自自然然的 所谓的功用就是 我要有一个 要修之心 我要用什么方法 才能修得好 我要怎么去修 这个都叫做功用道 在起心动念的当下 他还有一个我像 还有一个法治在里面 这个就要功用道 你在学的过程里面 一定要依赖这个 我要努力去学呀 我要用什么方法 才能够去化掉 自己不好的习惯 可是在你学的过程里面 你要坚持 把这一种的执着 你要把它看淡 你要把它放下 就不会衍生出什么 衍生出那种 觉得自己修得很好 你看我修二十年了 或者衍生出那种门户之间 就是一直要照这个方法 有没有 才能成功 因为我就是 这样修得会成功的 这个就是今天的 各个中门之间 有没有 那种门户之间的由来 因为有我 因为有法 即便在走修行的路 有没有 却不能够达到 纯精无染 在好的当中 又造作一些 不好的因缘出来 这就是我们在讲 这个无功用道 把这种修的心 都要把它扫掉 这也是六度波罗蜜 刚刚后学讲 解六度波罗蜜 有四项上去解 四项上去解 四项上去修 正的不过是一个全教补赏 从理上上去解 从理上上去修 那个才是真实的大补赏 什么叫四项 哎呀 财布施啊 法布施啊 无畏施啊 修忍入行啊 有一个我项在里面 这个叫做四项 真正的理项 就是后面所说 波罗如眼 五度如莽 我虽修而无修 没有一个能修的我 没有一个所修的法 能我俱敏 能所俱除 这就跟道合为一 干干净净 清净无染 那个才是真正的大菩萨 所以解六度波罗蜜的时候 请不要忘记 这个六度 要从理项上去解 而不要单纯在四项上 单纯在四项上的 布施度 你都解不好 为什么 解成布施色 跟布施度 度是什么 度迁滩啊 去内在的迁滩 灭内在的无明嘛 所以若有自然 如是则明 自然心生 自然心 菩提心 道心 生灭心灭 人心忘心 我要长道心 我要灭人心 还有生 还有灭 依然属一个生灭心 那这一段话是从哪里来 各位前写 其实这个就是清净经的这一句话 我们清净经不是有讲吗 对不对 当我们有欲望的时候 神就什么 被牵引了嘛 然后你透过修行 对不对 欲不生 神就不牵 那你修的过程有没有 要达到这样的境界 空无所空 所空亦无 无无亦无 占然长己 连那个能修的我 所得到的那一种的清净的空 你要忘掉 那个能修的我 所得的空 能所距离 一个时候有没有 你才是正入到自信 赞扬长己 其就是有没有 一切烦恼 极灭 不再生的意思 所以 谜的过程 我们对谜 而说什么 而说悟 我们认假 为真 所以对应 众生的一个认假 佛才说 什么才是真 众生把生灭的假 当成是真的 佛才告诉他 生灭是假 因缘和合之物 不生不灭的 那才是你的真如自信 更古长存的 所以对假才要说真 对有才要说无 就真如自信里面 这些东西通通不用讲 他本来就具足的 你真如自信 起心动念 有言说 他就离真如 他就不是真如了 那何来真假 迷雾之别都没有 真如哪有谜哪有物 从来不真不减嘛 对不对 既然从来没有迷过 你还需要说悟嘛 悟是对迷而讲的 而立了这么一个名称 你看我们家里 如果只有一个孩子 他就是唯一的 生了个四个五个 有没有 就长子赤子 一二三四五 只有一个 老大也是他 老二也是他 你还需要多说别的嘛 就不需要了 所以你看这句话 对迷说绝 绝对角说真 绝跟真都是为了方便而说的 既是方便 他就是不了意之说 前面有讲过 什么叫了意 什么叫不了意 了意的就是第一意 气物真如的 不了意的叫做方便说啊 我们的真如自信 从来是如如不动 如如不动就是不会受外面的影响 而有任何的变化 当我们愤怒的时候 真如自信没有跟着愤怒 当我们悲哀的时候 高兴的时候 真如自信也没有这些东西 那个都是人心的一个作用 人心叫做情事嘛 所以把这些都扫掉以后 把先灭望最后再把对望而立的真 你也把它扫掉了 这才是真正的气入真人 所以我们常讲嘛 用患自起患修啊 假明为修 实际上也无可修 因为一路修过来都是灭无明的动作啊 就真如而言本不用修啊 所以虽然到最后了没有 正德了 也是假明方便说为德 因为从来不曾施过啊 清静经不是也说吗 虽明曰德 实无所得啊 方便给大家了解 你把方便当成真实有 有没有 不是掉入到另外一层的陷阱里面了吗 所以我们就来看 看什么 看这个一百 这个三十二页 本然非然 何何非何 本然就是自然 自然的没有 刚刚外道所讲的自然 不是真的自然 那讲的因缘 何何 也不是真的因缘何何 而是对自然说因缘 对因缘说自然 对体我们说用 对用我们说体 你体如果不起用 本体就无可见了 对不对 那你用如果不依体 那就是胡作非为了 不依着本体 就不会什么 从心所欲了 因为从心所欲 必须不逆举 那个才叫不逾举 不逾业的那个规矩 不逾业的那个方寸 这才叫做 依着自信所衍生来的正确的作用 所以体一定会启用 用一定要归体 体用何而为一 才是我们学到最终的一个目的 所以何然也好 我们讲自然也好 因缘也好 把这两种完全就离 离就是舍的意思 把这个舍的心有没有 也把它给扫掉了 全部都去掉了 死去方明无信论法 这才是真正的契入第一异地 相对于第一异地 其他的方便法都叫做戏论 暂时过度其乐而存在的 正如以后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都没有了 所以福提涅槃尚在遥远 这是针对阿难 还有与会的阿罗汉 尤其是阿难 因为这一步经是阿难 遇到摩登且女之难 释迦牟尼佛才说的嘛 所以阿难是当今者 或阿难啊 菩提涅槃 菩提有没有 十字菩提 十性菩提代表真如 涅槃也是代表真如 你现在的修为 离那个真正入真如 还有遥远的一段距离 假如你现在 不好好的有没有 用功修行 非如历劫殷殷勤修正 注意看还不只是现在 尽未来是 你来到人世间学到 如果不去认真修行 那虽负一词 纵然你阿难 多文第一 了解过去现在 十方如来的一切的道理 十二副经就是涵盖 所有的精脏的意思 你道理都通了 有没有讲起道理来 头头是道 无恒合杀 只欲细论 什么意思 与自信没有帮助 就像我们吃东西 不能够吸收养分 身体不会长大 那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以我们言 就是多余之物了 我们听了很多的道理 是为了方便我们去起修 会方便我们在回光返照的时候 觉悟到自己的缺失 然后去查看自己修行的火候 走在什么样的境界 假如我们所有的通听文的道理 只是为了讲给人家听 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道行 只是增长自己的变才 戏论 以阿难的多文 释迦牟尼佛尚且说这样严重的话 那我们的道理懂得还不如阿难多 我们还不如阿难那么认真修了 佛陀都讲出这么严苛的话 请问你 以我们的根气跟阿难尊者相比 是他高还是年高啊 高下力见 如果以他的根性 释尊尚且讲要力竭修持 目前还是菩提涅槃尚在遥远 你不要忘记哦 阿难在听到这里的时候 他已经是虚脱环哦 他已经是嗜果的出果咯 我们还不是啊 嗜果的出果 佛陀说你正道还远着呢 好好努力用功 我们什么都不是 怎么能够放纵自己的身心啊 乳虽谈说因缘自然 一下用外道的自然说啊 一下说我过去讲的四圣地十二因缘 这些东西有没有 这些道理讲的头头是道 人间称入多闻第一啊 以此积节多闻修息 你看你懂得这么多 这么懂得这么多 都不是这一辈子跟在释迦牟尼佛旁边二十五年听来的哦 我们现在阿赖耶士里面存在的道理 你觉得你懂得很多 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 那是过去生代下的 阿难的多闻不是跟着释迦牟尼佛而有 不是的 就像罗侯罗的密行威仪 不是因为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而有 他是过去生持戒严谨 所以他的威仪具足 傅罗纳的变才不是释迦牟尼佛教的 是过去历劫修行有没有 在诸佛做前殷勤修行 到了释迦牟尼佛做前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一点把他过去的那种本能完全换起来了 所以现在觉得不懂不学 就继续不懂下去 不会因为死掉 每个人都知道 没有考虑的事情 因为我们死了那么多次了 现在有的人都不知道 对吧 你就了解学习的重要性了 因为十方如来在阴地修行 只有一个方法 医治而起关照 你没有智慧你何从观照 无从观照 无从破谜 你阿难历劫修行多闻第一 但是境界来的时候 遇到摩登前女 用了一个咒语有没有 你就破戒了 叉叉要破戒了 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 派文殊菩萨 持咒 持人言咒去解救 这个阿难尊者 他早就破功了 所以我们在佛堂上面研究经典 常常起调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过去欺佛之士 智慧第一 我们很少提到普贤菩萨 十一上各位前前 普贤不能忘 普贤代表什么 普贤代表行啊 有志是让我们悟 悟了以后一定要修啊 那怎么修就是行嘛 透过我们的修 然后借由我们的行为 展现出我们修到的一个火候啊 一个水准啊 要有志要有行 文殊菩萨 我们要兼而有之 互相资助 我们才能够振入振入 什么都不懂 就做做做 比较久了做就好 你做到哪里去 我都不知道耶 做不到都不知道 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或者说一路走过来走到现在 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 不是你不做 而是做错了 不知道还坚持到底 那就是怪恐怖 怪恐怖 为什么 会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 我们旁边都会有一群人 跟着我们共修 然后我们的这种无知 我们的这种固执坚持到底 你会让旁边那些当入道的人 被我们给误导而不自觉 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成全一个人进道场 不是过来 他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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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无状态的 这过来不是我说的哦 这是我们座公老师说的 你要鼓励他多吸收道理 然后他在行作的过程里面 他遇到男士的 遇到人士的纠葛了 他才可以跳脱 不然里面没半屁 做事情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就退缩了 你们这股东怎么这样 事情怎么那么多 我如果没来我都没事情 来到你这个地方都有事情 他不修了 前面做的有没有 只能转为福德 所以成就新修的人 跟老修行者 方法不一样的 你看经里面佛陀是怎么教的 一定医治啊 所以才讲见空成圣 空是什么 你明白了空里 你对道理明白了 你才有资格入什么 圣域闲关啊 才开始起修啊 一定是悟后起修 那悟一定医治 修就一定是行 所以我们悟了 你到场的事你要去担 你不能只有闷坐在家里面 找我们做事 我就没赢了 我就寒曼座 你就找点聰明啊 那这个没有普贤行啊 那也是空包蛋 所以真正在学到的人 绝对是智跟行合而为一的 缺一都是白咖 那只是白咖 我严重性大跟小 你有智慧你不做 最起码不会讲错啊 你讲错了变成魔朔 可是你做了有没有 做得不如理 讲得不如法 那个就是魔朔 那就不得了了 那个因果悲太重了 因为那种错误的知见 进到阿赖耶士 他洗不掉啊 他要等到下一个因缘聚合的时候 有一个很强的力量 才能盖过这个无名带来的影响 所以我一路走来 非常小心 不让错误的知见进来 但是坦白讲 生而具有辨别邪政的力量 所以在我还不明白道理之前啊 进道场不到三个月 就遇到那种奇奇怪怪的事 我就总觉得他怪 不知道他怪在哪里 那怪的东西我都不碰 我这个人懒 到后来研究到底才知道 那些都是邪说 那个都是魔朔 真的没有骗各位前嫌 所以你要积聚自己 未来生修行的资量 不可以懈怠 所以在这里我就很佩服 我们淡水的那三位有没有前嫌 你看人家多用心的运作翻层 白天开班 晚上开班 礼拜天开班 不是开班半面一滴爽 然后都坐在旁边研究 所有这一生吸收进来的 未来生现在是一定起大用 那阿曼遇到摩登前女 为什么就动被吊 你说他是咒语的原因 其实也有潜意识的心态 他跟他五百事咒阿婆 感情太好了 我们唱的那一首歌 你泥中有我 我泥中有你 所以这一生在相见的时候 过去的那种恩爱的情境 他莫名其然就会勇然而生 他不排挙这个人 所以你现在不去断恩爱有没有 所谓的断就是跨跨 不放轻一点 那老了有没有 没有看到他睡不着 对不 他不吃我就我也吃不下 你下一辈子即便修成了多文 也会有这么一个难 色难 你看耶稣陀罗 他跟释迦牟尼佛也是这个因缘 人在人世间很难放的就是情字 为什么人是情感的动物嘛 七情六欲的纠葛有没有 自然环境的熏息 他就越来越浓烈 那你在了责任的当下 不要让他去污染你 讲看货不是要你不要管 或者一再强调 看货不是不要管 放下不是把它丢掉 而是在履行自己一切应该尽的义务之后 有没有 我无愧于心了 就顺其自然 王凤云言行录跟我们讲的就是讲这个 他也是教你看货放下 在他的看货放下运作之下 人家齐家了 太太入中劣次 儿子入中劣次 还带领了一堆社会的人士有没有 一起迈入圣域玄关 那是开货放下之后 所带来的大力道 你什么都要 连自己都救不了 你怎么可能救别人 没可能的事 我们再来看133页 所以辱虽谈说 这个已经讲过 何须待我佛顶神咒 佛顶神就是人言神咒 摩登前心 因活顿邪 你阿难在遇到摩登前女之难 是因为世尊派了什么 文书菩萨执人言咒去救马 然后文书一念人言咒 摩登前女那个迎心 那个色心就歇了 不见了 当下正阿那喊 那你看这个摩登前女 他不简单 有这么立根气的来 当境界来的时候 还是会迷失 你也要读出这个意外之音 你不可以小看他 哎呀怎么看到人眼倒 就是要老了来做贤心 有没有 他有他的根气在 他欠缺大善之士的指点 所以一旦遇到有没有 前程往事有没有 就唤起来了 马上证三阿寒果 阿寒果是三果 不来果 只是在无色界那边有没有 去破什么 破色界无色界的私货 破了他就证阿罗汉 他已经不来人间轮转了 那个根气多立啊 那换句话说 你再立的人 你要不要道理啊 你还是要啊 所以佛性本具 佛种代缘嘛 人人都有佛性啊 人人都有基修啊 但是没有三缘的聚会 你就是开启不来 哪三缘 不离佛堂 不离经典 不离善之士 这个叫三缘 这三个善因缘 帮助我们早日有没有 开发出自己原民的本性 所以摩登全宁 顿悟之后有没有 他就精进不懈怠 成精进云 你要用灵来做代表 不是一棵树 不是精进一天 天天不懈怠精进 所以爱何干枯啊 他忘掉了 把这些不该有的情绪 财色民宿罪全舍了 所以释迦牟这边是 呵斥你阿难 你只有多文 好像够听道理 但是但是都没去做 只有做不听是危险 只会听不做有没有 那也是浪费 所以你阿难平常没修啊 所以他在讲 事故阿难 如虽历劫 异词如来秘密妙言 就是你了解 十方如来的有没有 所有的一个道理 不如一日 修五若叶 你不如有一天短暂的光阴 好好进行一个身心进化的动作 这就是让我们去证实 我们到底有没有在修 不要以为办事就是你在修道 就像修法 你不可以做一个讲师 不可以认为我在讲道理 我就是在修道不一样 你不可以认为你去担当了佛堂的一个责任 一个工作做完了你就是修道不一样 你必须在做的当下去察觉自己的心念 有没有注向 有没有我执 做完以后要深切反省 属于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属于自己无名所带来的不圆满 那我有没有看到 检讨完之后都没有 我们才能够放下来 这才是一个工作里面 他所隐含的修道的意思 就像做了而已 那没在修 那个在积人天福报 最明显的历史 做的越多脾气越大 不敢让人们说嘛 说一句 你不知道我是有多久了吗 你受过多久了怎么 对不对 这个世界上一百岁的老人也有很多啊 他未必有瓦尔的智慧啊 你修的人智慧就出来 不该说的话不会出来 你不修的人只有伴的人有没有 越伴气越粗啊 越伴有没有就成了天之骄子 这是最恐怖的地方 所以我们老师曾经讲过 错不要错把半道当修道了 天然师尊此语就讲过啊 修根办如果不能合而为一 办的只是是而不是道 就如同六祖讲的 错将修福为修道嘛 心中三恶原来造 后世得福罪还在啊 六道轮回你跑不掉 那我们修道不是为了要出六道吗 我们是为了将来做有钱人吗 将来做漂亮英俊的人吗 都不是啊 所以福跟会要双修啊 要修福要有苦先行 要修会你要有什么文书的志啊 这两者齐头并尽我们才能够成为什么 成为两族尊有成活的机会啊 所以真的用修就什么 那种爱政之心 取舍之心 代表无名就会越来越淡了 所以如摩登茄素为淫女 就像这个摩登茄 他过去有没有 他是淫世里面的 这就是比较难听的话了 有没有 卖笑的女 这么糟的一个身份 可是有人言神咒的加持 消其爱欲 把他那个无名的男女的痴爱 有没有消掉了 正三果 他的法号叫做信比丘女 所以真的有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看一个人 那你看这个人 行业很低贱啊 怎样 其实不需要 因为只要他有真如自信 那可而易见 哪一个人没有真如自信 万物皆有佛性 佛性在的时候 他遇到好的姻缘 就可以唤醒他过去的 那种良好的美和出来 所以人跟人要互相尊重 没有大小尊卑之别 但是要有规矩 所谓的规矩就是 大家没有大小 但是事项上有 爸爸妈妈为尊 儿女为小 对不对 前人点传师为尊 我们为小 前辈为尊 后学为小 别人为尊 我为小 答案就出来了 你就守住自己的规矩 老师修行 就是要谦卑低下 那就不可能照过了 所以与罗侯罗母 134页这个地方 因为后学打字 漏掉这个字 结果印出来 剪稿的时候 后学也没查掉 补掉 真的是罗侯罗 就像罗侯罗的母亲 耶稣陀罗一样 耶稣陀罗 后来出家以后修行 他也了解自己过去 跟释迦牟尼佛的因缘有没有 知道自己多生多结 都是因为男女 情爱所管 所以做女生 这个是最大的盲点 因为孩子在肚子里面 养成 所以母子情生 丈夫又是自己选的 最合意的 所以夫妻情生 伸到后面 两只脚就拔不出来 那个泥巴枣了 在那里面又跳脱不了 所以修行人 要把那种男女的情爱 转化为道情 转化为道情就是我们 我们互相尊重 互相提息 彼此有没有 同步往上提升 千万不要用那种 小儿女的姿态 把对方绑着 都不要 我们两代知情也是如此 去提息我们的儿女 助长他们修道的因缘 他要修不修是他的事情 但是我们尽心我们努力 可是不要用太多世俗的东西 绑着自己就不肯跳脱了 常常听到一些人 讲到家里面的那种 对于儿女的挂爱 对于儿孙的挂爱 儿女的挂爱 我们讲一时难以顿除 可是孙子的挂爱 您不觉得太无聊了吗 那真的是有点月族带跑 孙子不是阿嬷的事情 孙子是你们狗的事情 你今年用狗的事情不要来做 你就是看你们狗 求贺 他担不起做父做某个责任 所以你自己做较有方心 其实他就隐含这个意思 你有本事你就去教 教到后面 你永远不要忘记 两代之间尚且有思想的落差 何况你还隔了三代 你怎么能沟通 最后就是溺爱 溺爱到后面 有没有 就是我们在接到欢喜班讲的那个笑话 孙子要亲家 有没有 大家觉得亲家 阿嬷带的孙亲家之后有没有 从小的孙子是阿嬷带的 常常不在亲家 阿嬷也知道这个孩子的故事 所以有没有 大人念高中了 还是在阿嬷的身旧边 因为爸爸妈妈去外面吃头路 久了也没听爸爸妈妈的为什么 要让阿嬷的身体去了 阿嬷还说爸爸妈妈也乐得轻松 结果高中了他还要请教 小孩亲家要靠阿嬷卡电话 阿嬷我头发疼 我抱头疼 今天感冒不可以上口 阿嬷就卡到老师说 老师啊 我孙子今天再去 向我感冒 让他绕帅 今天休息一天好吗 明天才大担给你报庭 像这样行派 里面高中的时候 早上出门了 阿嬷今天心情感不舒服 要去外面上脑 阿嬷我跟老师说要亲港 会暗示的时候 我就回来了 阿嬷说好啊好啊 不好也没法打 对不对 你不能勉強啊 早上小时你就不要勉強 大人卡在你的心上 走的比我飞的还快对不对 他就出去了 出去以后没有 他的下午四点多了 外面有人按门铃了 阿嬷就去看了 老师喔老师来了 我来啊我来啊 你太对了 孙子今天亲家出去有没有 老师现在来我们家 稍等孙子活动乱跳 对外面来有没有 今天不知道 孙子跟老师说 他是头部疼 还是肚子疼 穿帮就不好 孙子跟孙子说 孙子啊孙子你不能回来 现在老师在我家里面比较好 老师照样一家回来 孙子跟阿嬷说一句 阿嬷我不用米 是你应该要米 为什么 阿嬷说哪里我米 他说今天我亲家的原因是阿嬷死去 你到后面的时候 阿嬷的作用就是 阿嬷死去我可以请商家 要休息一天 这种事情虽然是一个笑话 他也点出了那一种的 那一种的无奈之情啊 阿老师就请问你 你也跟他硬说要来要来 有没有 不得意硬着头皮把门打开了 老师看到阿嬷站在那里也怕一下 嘴巴沾得那么大 阿嬷也就有地匪 可能以前有大厅 有没有 就跟老师说 阿老师我不好意思给你害到 我知道就死了 但是因为今天做起 我有话也不放心 我就顿来孙 刚好你来风刀 再给你惊到 各位浅浅 你要带孙 带到后面就是这样 我从过去到现在 我遇到很多代孙子的 我还真的没有遇到一个孙子 对阿嬷体贴入微 只有一个 我那个女儿 真的只有她 那个阿嬷是在她生命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因为只能摆一个女人 所以就摆阿嬷 妈妈就摆在旁边 其他我没有看到一个有感情 包括我的儿子 包括我看到青竹里面的阿嬷 都没有一个 悲哀 你何必要去月族再跑咧 不需要 所以人要知道自己现在 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时节 一年春夏秋冬世纪 现在你是在哪一季 八十岁了你以为人生真的刚刚才开始吗 就是啦 七十才开始吗 那表示过去七十年都白费了 过去都不存在吗 是说假如今天我们领老能学到 有一个好的开始 但是就生命的一个实际呈现出来而已 人连过六十七十啊 他好时光就不太多了 我们就应该好好去修啊 好好去修有没有 把一些不该有的事情 跟自己没有 直接关系的是你要把它放掉 你抢过来做 只是让另外一个人有没有 没有去负起他应该承担的责任 五轮关系也是我们学到当中 我们必须要去学会 你剥夺的儿女学习当父母的机会 你也等于葬送了他 有没有在学到有成就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耶稣陀罗跟摩登前女 过去生都是一样 都为了爱在千产 只有一个比较例外 那就是大家社尊者的太太 他跟大家社尊者 累世也是好的夫妻缘 但是因为都是道人 所以两个人再次相遇的时候 再做夫妻 行出来就没有儿女情态 而是互相成全 可是耶稣陀罗跟摩登前女 过去完全是男女情态 所以纠葛在那边有没有 如果不是遇到这个所谓的 释迦牟尼佛的成就有没有 他还是不能跳脱啊 所以一念熏羞无肉善 一念的熏羞就是一念的回光返照 就得出禅 出禅不受什么 不受六道轮回的束缚 不受这些的禅绕啊 没有生死的禅绕 霍蒙受祭 将来或许有机会得蒙佛的受祭 那个受祭就叫什么 就叫做果地上的受祭了 那是大菩萨的受祭了 跟我们现在得名十一指的受祭 是不一样的 如何自欺上流观听啊 他说你阿难 你不去好好看一看 你历劫多修 历劫基修是多文第一 但是你还不如耶稣陀罗 不如那个摩登前女 当他听到道理的时候 一念回光返照 他放下读到他成佛了 你现在还在什么 上流观听 还在以自己多文而沾沾自喜吗 画饼充饥不能什么 真正的吃饱啊 所以阿难及诸大众 有没有 闻佛是悔 听到佛陀在讲这些话 开示叫悔 疑惑消除心悟实相 当下就知道什么 那个真如了 当下了悟了 生意清安得未曾有 这个清安是在我们 每一次的学到过程里面 或者我们在听道理的时候 都会得到 就是大学里面讲的 心广体盘的意思 里面觉得自在了 觉得安然了 不是兴奋也不是快乐 就是有那种宁静的法喜 有没有 充斥在这个里面 那这个清安跟修道 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 生安而道人 假如我们一个人 在学道的过程里面 总是觉得心里面有千千结 这个烦那个苦有没有 一堆的苦水 吐不出来 你修道就很难以 迈开大步的 迈不开大步就表示 没有大的进展 道龙就是道业不能兴盛 不能开展 你看王凤云 言习录里面也在讲 他说真正学道的人 他的心是快乐的 而快乐是可以聚神的 不是你很快乐神就跑过来 而是你很快乐 你的元神有没有 精气神就能具足 在王凤云言行录也点出这一个 所以修道 不要修成一个苦鬼 一个不安 对不 不安也不错 不安很大一个对不对 不要修成苦瓜 不要修成流连 那就很辛苦啊 是不是有灵有脚 心狂体好 学到的过程 因为无名的一个淡化 渐渐的会 偶尔有没有 会越来越觉得轻松自在 每一天请过来 用一个很光明的眼睛 去看角度去看周遭的一切 哇下雨了 哇吹风了 吹风很好啊 凉啊 下雨有什么好 下雨就不用去浇花了 省多少水啊 对不对 白天也好晚上也好 白天可以去工作啊 不用点灯啊 晚上可以休息啊 只要不要说白天晚上把它蹬倒过来 那就不好 你按照大自然的作息 大自然没有不好 春夏秋冬样样都好 心只要好 四季都好 心如果有问题 有没有 哪儿都不好 所以心安才能理得啊 跟这句话是意思是一样的 理是什么 理就是道的意思 你心能够安 能够静 那自然有没有 你就道气充满 一气流行了 我们再来回到经文 阿难这样子 透过释迦摩尼佛的开示 跟与会的大众一样 心里面的疑惑都消除了感动莫名啊 当年后学在看皇母训的实践 读王凤宜言行入的时候 常常会有这种感动 那种 那种眼泪啊 源源不绝的出来 没有见过老母 她就是看那一本训文 就觉得有妙 那种母子连心 没有看过王凤宜这个人 但是透过里面的 她的叙述有妙 就感觉到了自己的 种种行为的不正 所以两种都流泪 前面一个流泪是感觉到 好像母子久别有没有 限制再一次相逢 当年后学读皇母训的实践啊 就是这种心态 觉得母子重逢 不是一次哦 这种感动 几乎维持了将近好几年 听圣哥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因为圣哥都是技工老师训文 一听到圣哥有没有 就觉得好像师徒早就曾经会过面 现在再一次的相逢 那读皇后言行录也很感动 也掉泪 掉泪是觉得怎么现在的我变成 如此的千疮百孔 有这么多不当的行为 差一点就失掉做人的资格 所以我们人如果能够常常把当初学到的那种感动抱在心里面有没有 你对人不容易记恨 敬就不容易去牵引我们 因为里面有满满的幸福的感觉 最起码我是这样子在想的 所以阿难就觉得很感动 然后他对佛表达了他的礼敬感谢之意 他又再问佛 他说无上大悲清净保亡 这个都是赞美佛的 赞美释迦牟尼佛 赞美十方如来 都是大悲 悲心无尽啊 你看嘛 地藏苦佛 地狱不空 士不成佛 观音菩萨 对不对 千处祈求千处献 释迦牟尼佛 人间岛庄将士八千次 季光老师 哪里不平 哪里有我 都有 那些我没有在台上介绍的任一尊菩萨 都跟我介绍过的人 有同样一个慈悲的心 这个叫做大悲 愿力无穷 有大悲心就有无穷的愿力 你有无穷的愿力 就会鞭策你不断的往前吸收道理 往前去承担圣事啊 都会的 所以散开我心啊 你用这么好的方法 把我的真结心结给打开 能以如是种种因缘 方便提奖 这个时候阿难知道 佛过处奖 四圣地奖 十二运页 种种的庇域说 都是方便说 透过这种方便说 可以顺利去接引众生 提息众生 这个叫方便提奖 引诸成敏出于苦海 成敏 过去有无明 眼前是一片黑暗 无明在 有烦恼 有烦恼让我们看不到事情的真相 心里面是充满痛的 现在蒙佛的慈悲开示有妙 我们得以眼前一亮 跳出苦海了 世尊 我今虽成如是法音 听佛讲了这么多的道理 我明白了如来藏 妙觉明星的用 便十方一切处 还欲如来十方国土 还欲如来十方国土 道之用便一切处啊 道生贴地生万物嘛 道无万物啊 万物的一个什么 一个主宰 有道才会有万物的什么 一个化欲啊 所以清净宝言妙觉摩擦 佛国净土 无不都是庄严的净土 我们现在所处的也是净土 家里面也是净土 家里面也是圣事 佛堂里面也是圣事 何尝有任何的差异性都没有 所以我们在佛堂办圣事 家里有没有圣事 圣事的表征是在于心念 在家里面做的不耐烦 在佛堂里面做的有没有 有谷说不出 圣心不在 那个都叫做凡业 我人在佛堂 心在家里面睡 人在佛堂 心在什么 遥远的他方飘 或者我人在家里面 心往别的地方飘 那个都不对 你应该人在哪里心在哪里 这边的事做完我就把心收回来 然后那边事再来我就硬事了 所以你在家里 你也不要念念不忘佛堂 你想着佛堂做什么 哎呀 再去那些地方吃多好的东西 台湾台湾说多醋味 你不要去想这个 你不要以为我哪里出来 二六十钟 做梦也想着佛堂 这样喔 老师一直会给我哄哩 给我哄哩 不好意思 老师说你这个人啊 心不在焉 你的身心要合而为一啊 你身心合而为一就是 我人在哪里 我的心安顿在哪里 你也不要把我错解 当我大吃大喝的时候 我的身心是合而为一的 当我倒头就碎的时候 我的身心合而为一 你如果要这样改罪 我也没办法 你一定要这样曲解 那就随你了 后学的意思说 在家里面承担自己应该做的事 也是这样安然自在 好像对待菩萨一样 在佛堂座里面也是安然自在 用照顾家人的细心 来照顾佛堂里面的众生 倒办 我们厨房的无畏师 这一点做得太好了 为什么 因为每一次吃东西就让我想到 无畏师最容易彰显出他们的大悲心 最容易看到 那个心如果没有迟到 把家里跟佛堂里面摆在 同一个水平 有没有 他出来的料理是不一样 我们家里都吃 幼稚的乎草草 青菜 那很多人 怎么算的佛 洗这些就是青菜啊 那很多人 一些人 农药也不会毒死人的啦 有没有 我一个人家煮一次 哪里洗不清 最多给你热菜啊 我们出来的乎不行 大家都在做要洗得清 这个就没有合而为意了 我讲心念要合而为意 以圣事为主 所以韩律如来十方国土 清净宝言妙诀容刹 这就形容到有没有 你人在哪里 你的佛国净土就在哪里 所以如来负责多文无功 不待修行 你可是你刚刚又在讲啊 讲什么 这样多文 都你听着不好了 不如好好休息 他说我现在就很像 我今犹如屡获之人啊 好像在外面旅行的人 呼蒙天王赐予华屋 天王就指佛 我在外面旅行 凭无立罪之地 忽然碰到一个很有钱的人 送给我一栋豪宅 对不对 我就结束我旅行了 我有一个安身之所 但是我虽然有一顿豪宅 我没收拾堂后打开门了 门在哪里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我好像站在门外面 看豪宅 有没有 教胜在那肝 教胜在那等候 注意一下 那这个豪宅 于我们而言 就不能受益了 意思是说 佛陀你告诉我如来账 我明白了 但是我明白以后 我却不知道要凑哪里去起修 才能够登堂入世 一窥唐傲 能够震入自信 就是这样子啊 我们授点传师明师益子 各位前嫌 那是送给你一把钥匙 它帮你打开了 对不对 你要把门推开 要走进去啊 可是你眼前 你要推开门以前 横跟在门前面的那些垃圾 你不扫掉 代表无名 代表习性 秉性 你不去掉 你那个门就不好推开 你根本就不能推开 因为它挡在什么 挡在那个地方 让你很难越雷池一步 所以要透过不断的 灭无名 扫尘除垢 我们的门就越推越开 透出一线之光 到后来有妙 通事大放光明 我们人在阵中做啊 自信当家 那个叫登堂入室 这是修的功夫 这一种起修啊 还是要以致奇观照 奇观照配上普贤的行啊 所以为怨如来不舍大悲 是我在会蒙案子 我不是只有为我安安一个人在请求 所有与会大众一定跟我有相同的想法 佛陀告诉我们了 这一条路了 但是有没有入手的方法 让我们气舍小声的修行 能够或无来无于涅槃 奔发心路 那是正确的一个发心的一条路啊 他说 令有学者 从何折服 仇袭攀缘啊 让那些有心要学的人 他们能够有没有收射自己的妄心 得陀罗尼 陀罗尼 陀罗尼就代表这边代表真心 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法门 所以我们的真如门 总赦一切生灭法 万法由心生嘛 所以陀罗尼也叫做种词 他另外有一个意思叫做种词 种词就是种一切法 一切法由此而生之意 那就是我们的真心 所以入婆之见 要入正之见哦 说完以后的妙 就大家很安心的在那边等 释迦牟尼佛开示啊 所以佛陀就讲了 二十四尊 埃敏慧中圆绝身文 埃敏慧中所有的这些 有心学 大圣佛法 求无上菩提的人 也埃敏末后众生 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 凡有心求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些修行人 佛陀就开始讲大法 你看佛陀从来不是为佛门弟子说 任一部经典里面几乎都会讲到 佛灭度之后的末法众生 有发菩提心 菩提心是道心啊 乐意去学这个什么 这个所谓的无上大法的人 佛为这些人说啊 那这些人有限于佛门弟子吗 不限于啊 那就是门户之鉴嘛 所以才会有剽窃之说啊 你要剽窃 就是这个东西必须要有专利权的 没有经过当事者的同意有没有 你把它翻译那叫做剽窃 据后学所了解 当年释迦牟尼佛没有申请佛经专利 所以谁都可以看谁都可以印 对不对 有专利的才叫做剽窃 所以还开始讲咯 他说如等决定发菩提心 你们要发无上的 菩提心有妙 要求无上大道 与佛如来妙三摩提 不生疲倦 你们要走修行的路哦 要成正的证据哦 你们发跃这条路上不要疲倦 疲倦就为什么 懒得走了 休息一下好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心生懼待 这条路就走得比较久了好不好 你走得当时 你看看几天收到三十年了 差不多了 休息一下没要紧吧 不然这样 现在存在资料也够了 对不对 老师有机会再来继续收 现在稍微动一下 不要笑哦 真的有道卿这样跟我讲哦 我真的碰到这样的人 还不是一个两个呢 你碰到这种人你要怎么讲 你跟他讲道理吗 没有道理可讲 因为他自己都懂道理啊 这叫做无名企 无名企也只有用无名对啊 所以很简单 我说可以休息啊 但是哦 董连你当院的时候是对老母娘当院啊 你亲家就要找老母娘 你就下一个价条 補给老母娘 看老母娘的英诊不 她还不知道我的意思呢 我该怎么向她 对不 老母娘有英诊不 有英诊我怎么知道 我说你都不知道你把我问 把我害死 对不对 你要请假的人 你都不知道找谁请假 他准不准你不知道 你问我可不可以 你不是要害死我吗 对不对 我又不是你立愿的人 对不对 你对我 不用对我负责啊 你问你的自信老母就可以啊 那无名起来 有没有真的是不可理喻啊 他现在有没有走 照常在走 但是中间荒废一段时间 而且一次休息两三年 做两三年 又休息两三年 他断断续续啊 那很奇怪 所以人不要让那种 不好的念头进来 进来他三步的时候要乱一下 乱他自家啊 不是乱白人啊 所以我常讲 胜负心念啊 不好的念头 不要想啊我就想想啊 嘴唇嘴唇 那没嘴唇啊 因为有一天 如果事情要来 禁戒来 考验来的时候 你就把那个念头 拿来主宰你自己 那这种账将来都要去清算啊 这就是没有精进心嘛 懈怠心啊 所以既然发心要修无上福祉 正无上正的正觉 你就要先明白 你发心的时候 有两个决定意 两个决定意 两个要见啊 走这条路 有两个方向 你是不能搞错的 这个叫做恶决定意 什么叫发心的两个大方向呢 他就讲第一意 这个第一意 是说两个大方向 其中一个 不是讲的佛讲的第一意 不是讲唯一佛圣啊 第一个 并捐舍身闻 修菩萨圣 入佛之见 你们弃小圣 而入大圣 要成什么 要成佛 你就要先看审观 详细去看 因地发心于果地绝 为同为异 你因地发的心 跟果地上成就的果 是要合而为一的 你要生一个葡萄 你就要种葡萄籽 你进葡萄 谁菜龟 那个就很颠倒 所以你因地发心 跟果地所成就的真心 他要合而为一 那你因地发心不能错 这个叫仁言经里面 你要修行鲜明真望二本 那真望二本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讲 这个真本 一定就是今天 我们讲的真如自信 因为很简单 后面就解释出来了 你看一百三十 不用看 我打上来 或阿难 若于因地 以生灭心为本修因 你把生灭心当成是真心 错将事心为道心 把第六意识心当成是真心 你要去走修行的路 求佛胜的不生不灭 没有这种事情 你不可能有结果 这是你进步要有没有 你想要生一个菜龟 哪有可能的 不可能啊 那怎么讲 这个生灭心是 什么叫做生灭心 很简单 当我们在人间 发修修行的时候 我们发的愿 列给了 过去 我们都在人心 我这次回去 我没来的 这世人难过到这些危机 他又没来的 小胜发心 小胜的发心 有没有 叫做生灭心的发心 为什么 他有一个我 他求个人的安乐 哎呀 我现在想到我保持 他就想到后世人 过来这个世间的时候 我就有钱了 各位前学 那个叫做生灭心 那个都有一个我像在里面 那个都以一个人心在作祟 这个都叫做生灭心 生灭心就是旺心 旺心是会有变化 真心是不变的 所以你看经里面 他就有讲了 他说 如何让自己的发心 是符合真心 而不落于生灭 你们有心练讲金刚经的 这一段经文跟你们就有关系了 第二章第三章讲如是 如是降伏其心 如是住 谈的就是这一颗清静心 所以经里面说 我今发心不为自求人天福报 我发心走修行的路 不是为了求我个人的安乐 也不是只求一个生文果 一个圆绝果 或者做一个菩萨就好 全圣菩萨 我刚讲 四项上的六度 成就全圣菩萨 理相上的六度 成就真正的菩萨位 菩萨为什么 地上菩萨 十地菩萨 地前菩萨三贤位 都叫做菩萨 火候不一样 连菩萨我都不做 我做什么 最上圣唯一佛圣 八菩提心 这个就是六祖 谈经行油品里面 慧能大师见五祖 五祖问他 你来这个地方 是要做什么事情 唯求做佛 唯求做佛 叫做唯一最上圣 发菩提心 我们在学到 我们立愿 一路上立的愿 就是这个 你看那个 所谓的天然师尊 诗语一百零一条 一开始他怎么讲 愿为众生做马牛啊 那个就是历来修行有没有 我们天然师尊 他在阴地修行 他发的大愿 与俗方如来是齐的 没有无二五有别的 我们发心也要这样子 所以以后不要再说了 就后面回去没要再来 做一个阿罗 这样就不错了 那个都叫做生灭心 以生灭心你想成就 无余涅槃 那不可能 所以金刚经就是为这种 发道道心菩萨而讲的 他不为小圣者说阿 所以后面才会讲灭度众生嘛 对不对 小圣不灭度众生的 他求个人安乐 能够出三界 或者就万一啊 有六十分我就很高兴了 他管我们现在不留级就可以了 不行 佛告诉我们 你要什么 满分 最上圣 那为什么知道 这样的发心 不为个人求人天福报 以最上圣发菩提心 那你就要救众阿 你看这个菩提 实性菩提 叫做我们的真如本性 以实性菩提 而有什么 而有所谓的方便菩提后得志 还有所谓的实至菩提 那个叫做根本志 你要有根本志 才能够起方便志 随缘去接引众生 去度化众生 因才施教 你看哦 为什么证明 要发这样的心 他就叫做真心 因地稀跟果地 绝会合而为一 因为大圣起心 那一开始 人言经开始后学就提过 真心具足三大 这三大 诸法平等 所以有没有 六度波罗蜜里面的波罗如也 那就告诉你 一切万法平等 盛不争 凡不减 无佛与众生 你了解这一点 虽度众生 而实物众生可度 唯我所度 没有 心里面清净无然 真心里面具足一切万善美德 所以万物皆被于我 但凡友谊众生未得灭度 就感觉是自己在什么 苦海里面沉沦 你依着真心 你就自然能够起大悲心 有大悲用 所以要有这样的心态 才叫做符合真心啊 所以十方如来修行 各位前嫌 在因地修行 都是依着这个真心 而发什么 而发大悲心啊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只有小胜的果的人 才依生灭心啊 生灭心是人心 只要我跳出六道轮回就好了 世间是一个苦海 不平等 有一个涅槃常乐 有一个人间苦海 他不见真乳 为什么 苦海也好 涅槃也好 不都是由真心所变现出来的吗 万法的体性是平等的 阿罗汉不平等 所以那个叫做生灭心啊 依此尊心 各位前嫌 广度众生 衰度众生 不着众生 度身之相 这个叫理想情景 所以金刚经 它有三个区块 你把它掌握住 你解这部经 任一个章节 就圆满回去 第一个区块 破我像 第二个区块 破什么 破法我像 前面破人我像 第二个区块 破法我像 第三个区块 达到究竟绝 所以后面有啊 不瘦不傻不受分啊 就是这三个区块 那这三个区块要怎么去解 你幻生不灭 幻星就在 我们的一切妄想 不都是依这个射身而有吗 你把射身当成真的 依射身就有 自体爱 境界爱 对不对 还有刚生爱啊 所以必须把这个身看破了 不被四大甲合肢体困住了 你那个妄想心才少了 没了 贪吃贪吃贪玩不都是为了这个 谁在玩 他在玩啊 谁在玩 他在玩 然后里面那个真我在受苦 因为六道轮回是他在轮啊 这一个东西就不见了 所以幻生灭 幻星才能灭 那个妄想的人心才能灭 妄想人心灭 外界一切幻境 对境就不起心了 里面没有一个 起妄的我嘛 幻境就灭 幻境灭有没有 人我法我一灭 诸妄就少掉了 你就成了 那就是究竟局啊 这个就是次第啊 修行一定要有次第啊 因为没有一步登天的道理 即便你坐电梯 你也从一楼往上爬 即便我们坐飞机 也要从平地往上飞 你也不是挑到办公中坐飞机的 所以事项就告诉我们 凡事都一定要按部就班的 所以以事异故 依着前面讲的道理 辱当造明 造明就是要回光返造 要去通达诸器世间可作之法 皆从变面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佛陀讲完以后 他又反过阿难 你看一看 这个人世间 一切的有违法 叫做可作之法 哪一个能够长存呢 哪一个能够长存 你不放下 请问你带来了吗 后学昨天在基隆校中 跟前嫌飞讲 我们也曾经青春年少 我们也曾经见步如飞 请问你的青春年少 现在还找得到吗 你抹什么乳意都 都留不住 对不对 你的体力到哪里了 都没有了 倒是过去有没有 那个浑浑噩噩 小的时候精明的那个东西 现在没有了 水共水放回去 本来有的不见了 本来没有的跑出来了 你不放下 请问你带得过来吗 不要说死带不去啦 你生你都带不来 那我到佛堂干什么 我都已经被迫放下了 我说人世间的放下 叫做被迫放下 因为被迫 所以偶尔会回顾 哎呀我过去十八岁 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偶尔回顾 我以前跑二十圈都没完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 可是因为不了解 它成为过去了 你就念念不忘 不甘嘛 所以生活里面 常常成免在过去 哎呀我以前跟我们 我们对我没有提醒 现在怎么变成那些不正 你妈妈在那儿 以前从我们没有的时候 就比较久了 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懒惰 辣散 对不对 那这样大家都闲来闲去 所以来佛堂是告诉我们 你被迫放下 现在透过道理的心心 教我们自然放下 因为很自然放下 心甘情愿 所以过去的 就如沉烟让它过去 未来没有到 你就不要胡思乱想 因为由不得我们去计划 那这个心 时时刻刻活在当下 它就没有分别 没有对待 它就能够很清静很快乐 所以我们现在学到 不过教会你 你过去被迫放下 把这个被迫 转为自然放下 那就是告诉我们 如何要去看破 这个看破 就叫做造明 灯一照 黑暗不见 方向清楚 人的智慧一回观 有没有 哎呀 豁然开通 那也阿妹 过去走错的路 就能够什么 就能够把它旋转过来 所以人不怕 有一个难堪的过去 就怕自己 继续难堪下去 所以我们要 好好发心 走修行这条路 毕竟时间不会等人 韶光逸世